世界日报 艺文 上下古今 老照片说故事栏目 爸妈的红皮箱 林露 红皮箱是爸爸妈妈个人的物品 是双亲结婚时买的 民国时期制造 原料是结实的牛皮 皮箱里装着妈妈的衣服 还有相册 2014年5月 我回到家乡 打扫旧居 看见红皮箱布满灰尘 箱内棉布衬里泛黄有印痕 先生问我 扔了吧 我点头 于是先生把红皮箱扔到楼下 等我回过神来 随即从六楼冲到楼下 红皮箱已被捡垃圾的人 用绳索捆绑在一辆破旧的两轮推车上 我晚了一步 眼睁睁地看见红皮箱离我而去 只好用手机拍下傍晚 渐渐远去的红皮箱身影 我后悔也没有用 我后悔也没有用 姐姐劝我 物品来来去去 爸爸妈妈都不在了 红皮箱再与不在都不重要了 红皮箱里藏着的记忆如同硬石块 没有弹性 皮带扎得紧紧的 将我的家屎紧锁了五十年 爸爸没有躲过文化大革命 即使爸爸再怎样谨慎小心 这场运动还是找上了他 即使爸爸再舍不得妈妈和四个孩子 仍无法避免人祸 当年1968年 爸爸43岁 我只有5岁 为了弥补 为了悼念 我画爸爸的红皮箱 回忆五十年前 父亲被害 我没有感到疼痛 仿佛被打过麻药 麻醉得太深太久 深到忘记 我已被麻醉了 画笔间是我的抚摸 呼唤心痛 渐渐 我找到一条羊肠小道 硬伤 被渐渐看见了 被包扎 记忆软了 抽出记忆的线头 回到往昔岁月 重建情感连接 亲情被轻轻唤醒 画红皮箱 打开红皮箱 写红皮箱 不再拒绝历史 整理失去的记忆 使珍惜 也是感恩 就是因为这种纠结 所以我也写了红皮箱 在写这本书 取名字的时候 取上了红皮箱 这个书名 我从来没有怪过大卫 当他知道我写了红皮箱 是谁扔了的时候 他特别紧张 他说 能不能不要告诉别人 是谁扔的 我不会怪他 因为他不知道 红皮箱的背景 会带给我的那种 情感的回忆 冲击和情节 这不是大卫的问题 就是因为 这个红皮箱 被这样糊里糊涂的 就扔了的话呢 反而激起了 我要追念 追悼 所以变成了一个 要弥补的一件事情 一件遗憾的事情 反而 给了我一个机会 去纪念爸爸妈妈 大卫说 我亲眼目睹你写作 非虚构自撰红皮箱 灌注了你的激情 信念和同情心 见证上帝的恩典 灰烬转为美丽的画 哀歌变成跳舞 你出于爱的作品 启发人们 即使破碎上帝赐盼望 我记得2014年中国之旅 我俩曾一起端详着你父亲的红皮箱 红皮箱已经破旧 装着你的历史回忆 我荣幸的成为你新生命故事的一部分 你回美国后 画了有特殊纪念意义的油画红皮箱 你打开了红皮箱 勇敢地审视过去 面对个人历史真相 是你进入疗愈的路径 你的自传向世界敞开个人历史 也邀请人们打开生命中的红皮箱 你很诚实 敞开自己 接受上帝的医治和改变 人需要知道 无论人生遭遇了什么 不要绝望 你的文字和油画是独特的平台 传播着心灵康复重建的好消息 谢谢你 愿你的故事感动更多的人 先生感恩的心归给只剩全能神 因他此下独生此 主耶稣基督 laid mineاض mondia道 祝福ért to be achieved 先上ван岳 Ora ask Cuz different people 神 帮的岳 Ora 今laf 各位 vold 佐倫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